大家好,我是慕子風雲 那今天是我們3D列印模型數一事項的第三檔 那在第三檔的時候,我們要講的是模型轉檔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去進行3D列印之前 我們需要將我們在整個Maya做好的模型先進行過一次轉檔 轉成我們3D列印機可以讀取的格式檔案 那我們通常在使用的轉檔方式會轉兩種不同的檔案 一個是VRML2的檔案,另一種是STL的檔案 那接下來我將開始介紹說這張檔案有什麼樣的差異 還有在Maya中要如何去進行轉檔 首先是STL檔案 STL檔案是所謂的單身模型的檔案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是用要印製一個STL檔案的話 那表示說我並不需要像這些 有橘色、黑色、白色、紅色這麼多複雜的顏色 我直接把整個模型選起起來 打開我的HyperShare 然後我給它一個最基本的材質 就是我們Number 1的材質就好了 像這樣 我們只需要把這樣的模型拿去進行列印 並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的顏色 而STL自動的檔案格式 是從大概Maya 2012開始 它原本還是需要去進行外掛的檔案格式前入 而到2015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原本在Maya裡面就可以進行轉檔格式了 可是到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Maya 2017 它原本 它在Maya 2017剛開始出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需要 應該說在2017剛開始出的時候 它本身並沒有STL檔案格式可以去進行轉檔 你必須把Maya 2017更新到Update 3之後 它才有STL格式可以去進行STL格式的轉檔 那轉檔的方式其實並不難 就是 你只要確定你的Maya已經更新到Update 3 2017更新到Update 3之後 你把所有模型像這樣旋律起來 從File裡面 Export Select 點這方框 然後從這裡File Type裡面 去找到STL開頭的 這個 STL ATF Export 點它 然後再按Export Select 然後到你所要輸出的地方 然後把你的檔案名稱打進去 好 然後按Export Select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在你輸出的地方 在這裡 你在這裡找到一個 嗯 等一下這個 你就可以在這裡 找到我們輸出的STL檔案格式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帶到你所要去進行3D列印機的機器裡面 然後把它匯入進行3D 然後就可以去進行所謂的單色3D列印了 那接下來我們將開始講的是 如果把檔案進行彩色版本的轉檔 那我們今天想將這個 用許多Lamber彩色球 顏色模型進行轉檔的話 或是你用貼圖方式去進行轉檔的話 我們都需要去轉成成VR202的檔案 但是在VR202這種檔案格式 它本身在Mile207已經被移掉了 在2015才有 所以我們可以把檔案先轉回2015 再從2015轉回 轉到VR202的格式出來 那轉到 轉到2015的方式其實沒有困難 就是你今天直接另存一個檔案 然後把它這裡的檔案格式 從原本我們習慣用的MB 改成MA 然後存檔 那存好檔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個M1的檔案了 那我們對這個M1的檔案右鍵 我們開啟檔案 你開啟的方式要用筆記本 找到你的筆記本 記事本 把用記事本的方式把它打開 好 就像這樣 這是整個 檔案開啟的記事本的模樣 那 在一開始這裡 就已經有一個 2017這個 把這裡的7 改成5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直接存檔 存好檔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去開2015 來把這個檔案打開 那我們把2015打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檔案匯入 那匯入的方式不管是用 OpenSales EverSense的方式 或是用Import的方式都可以 那我們選到剛剛的那個檔案 選到剛剛轉存的這個M1檔 然後Import 匯入之後把接下來把這個模型 匯出成VRML2格式 那匯出的時候先把我們所有的模型 選舉起來 選舉好之後 從File裡面 然後ExportSetIt 點開 那點開之後你會發現 你從FileType裡面 你完全找不到VRML2的格式 那雖然它可能它的Plugin沒有打開 我們從Windows裡面 然後到Settings這裡面的Plugin 打開Plugin之後 接下來這裡有一個 VRML2Export.ml這個 你把它分別打勾 再把它關掉 接下來你再把它 再重新這裡 再按一次這個ExportSetIt的指令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裡面 找到VRML2了 那點它之後接下來你 你下面的設定你完全不需要去設定其他東西 用原本初始的設定就可以了 接下來你直接按ExportSetIt 然後把你這個檔 轉存出去 然後ExportSetIt 然後接下來你這樣匯出去的檔案 你會發現 你找不到你任何一個檔案名稱 是點VRML2的 那是因為我們VRML2的檔案會出去的檔案 它的副檔名會變成點WRL 這就是我們會出來的VRML2檔案 比如說你今天去進行3D列印的時候 你就是把這個檔案到3D列印機那邊去進行匯入 就可以去進行3D列印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貼圖的話 你必須把包含這個點WRL的檔案 跟你所有的貼圖檔案一起帶過去 你才有辦法去進行 把整個檔案匯入到3D列印機裡面 去進行3D列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應該說包含這個3D列印模型注意事項的 這系列影片就到這堂為止 如果之後有任何的技術性的更新的話 才有可能再做後續補充的影片 如果沒有的話 這系列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就是總共四堂 從第一堂一開始的3D列印模型的一些概念 到第二堂的模型要7個要注意的事項 到第三堂 我們整個直接拿一個實際的模型 進行實際的展示演示 展示的操作演示 還有我們這第四堂模型的整個模型的答案轉換 就這四部影片 那如果對於這部影片或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或系列其他影片的下方去進行留言 或者到Facebook上面去搜尋我的粉絲專頁經濟通話 在那裡留言我也收得到 那接下來之後就開始的影片就會是一個新的系列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大家掰掰